开灾节近在眼前 圈马超过1800万牛子从前天开始 已经陆续踏上回乡归途 而大马大道局也预测 从今天开始到5月1号劳动节期间 相信使用大道的车辆会增加20% 这股回乡潮引起的车龙 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 会出现在国内各个主要大道 大马大道局 运营监督高级助理总监莫哈默·伊克兰指出 截至前天晚上到昨天早上 南北大道的来往方向就记录了190万车次流量 他说 随着政府在开灾节的前三天豁免过路费 加上额外公价 接下来几天的交通流量预计会分阶段增加 他预测 从4月19号到4月26号 国内大道包括南北大道 和吉隆坡加勒大道 和东海岸大道等等 每天交通流量或高达200万到230万车次 其中 加勒大道从昨天到今天早上 一直都是塞车的状态 今天早上 超长车龙从雪州额迈收费站 直到文东收费站车龙数十公里 早上9点 东海岸大道也开始堵塞 从加勒大道76公里处 直到东海岸大道加勒收费站车龙长达3.8公里 这两个大道截至今天下午4点10分 进出的车流量未曾减少 交通依旧缓慢 另外为了应付超高车流量 南北大道公司陆续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 在部分路段启动精明通道 允许有关路段的驾驶人士使用精明通道 借以缓解该区交通拥挤的状况 雪州巴生有人把住家当成农场 非法饲养各类家禽 除了引发粪便恶臭味和吵杂声 屋主也没有妥善处理死去的家禽 导致腐烂传出失臭味甚至还生虫 巴生市议员洪建华接获 搬打马兰齿龙花园圣圣桃沙三路的居民投诉后 今天早上到现场视察发现 尽管家禽的尸体已经被清除 但是住家还是不允许被当成农场 市议会当场对屋主发出警告 必须在七天内清空家禽 否则市议会将会派员上门充公所有的家禽 并开出1000令吉的法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